開始拍照 我們先從右手邊開始 謝謝 跳一下 好好拍啊 就這麼一次啊 對啊 跳一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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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跳了啦 今天 小哥右手邊這邊 好 右手邊這邊再看一下 小哥右手邊 右邊 跳一下啦 跳一下啦 哎呦 平常沒跳的是不是 小哥這邊 來一二三 哈哈哈哈 那天電影跳得多精彩 來 來 中間 謝謝 哇這個真的是 人家只保險 電影跳不開心是不是 人家只保險 謝謝 小哥這邊 好 好 都有拍到了嗎 好 謝謝 我們請這個工作人員幫我們 訂上麥克風 也請小哥先跟我們 美體朋友們先打個招呼 大家辛苦了啊 很難得能夠出現在這裡 然後啊 拿到音樂的獎項 很奇妙的感覺 出到三十年了然後 才發行了第一張專輯 會不會覺得說 啊 這個之後 開始應該要好好的 要固定的時間 就要發一張專輯 以後就要朝上這個音樂之路 這個我不敢講 但是我起碼認為 在過去的五個月裡面 我認為我帶來的不是 一張專輯而已 而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我發現有很多人 因為我的這種堅持啊 或者說 這種奮戰不懈 得到很多力量 我覺得這個比 再出第二張 第三張 更有意義 很重要 真的是大家也就 玩而一笑 因為我們真的不是新人 所以這些人 是真的最需要的 因此今天來到這裡 除了領獎 也是帶著一種 做公命活動的心情 就我捐時間 你捐掌聲 讓這些新人 真的多一點點時間表演 我認為這個很有意義啦 好不好 的確 焦哥還是要推薦了非常多 華語樂壇的新人啊 新音樂 唯一可惜的是 這一段 但耿如也沒上啊 對不對 他也是新人 也是也是 希望下次有機會的話 可以能夠來到我們PJF的舞台 今天每天採訪中心 有非常多的媒體朋友 記者朋友們 我也請媒體朋友來先做提問 好 非常非常 會留給小孩嗎 跟小孩講 沒有辦法再做這個 對 我金鐘獎都已經去盪了 不是 這個是我剛剛講傳家之寶 我也不知道還能下一次 所以你說它這麼重要很重要 因為金鐘是我們的主戰場 可能每年都在拿門票 都在聽牌 可是像 HITTO流行音樂獎 我真的不知道我還能夠有機會嗎 所以這個獎很珍貴 而且大躍進其實可能 也跟新人音樂是一樣的 你一輩子可能就那麼一次嘛 所以真的很感謝 HITTO這麼愛我 這麼疼我 這個是我最感動 你今天來到日常 然後沒有唱歌 會不會覺得有點難吃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 因為這樣說吧 本來他們說 這些新人就位的時候 好像會有點慢 那也許我有機會清唱 結果他們很快就就位了 哈哈哈哈 他們很快就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想唱都 沒有 真的是我 我跟團隊討論了很久了 我覺得真的 讓一點機會給這些很辛苦 還在奮鬥中的 有些好心好心 那我覺得我已經在這半年 享受了很多很多鼓勵了 小巨蛋也唱了 跨年也唱了 所以我最後決定就是 我們把四分鐘讓出來 所以一點都不覺得可惜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的 那我想出第二張嗎 老師說 這個 你出了第一張 就會想什麼第二張 那可是 小燕姐不一定想 那是我個人心願 我不能自己爽 我還是要兼顧到團隊 但是 心中有很多想法 有機會一定要繼續唱 可是也隨緣 因為 人生有很多不同的任務 所以謝謝您的看好 剛剛我在台上說 今天不表演的時候 我覺得旁邊有一陣鬆一口氣的觀眾 不知道是嘆氣還是鬆一口氣 我有點分不太出來 但是 起碼我真的是 應該有做到一個叫做 就是奮戰不懈這四個字 我想這個是很 很有意義的 在這個歌壇的路上 叫做歌手 就是常常會 隨時被拱唱歌 像比方說 我們現在拱歌一定有準備 可以啊 這就是小事情 你知道 我想想看 從哪裡 不要太長 副歌好了 從那個Live 好吧 真實的活著 充滿了 考驗 Live Live 我已流眼淚 但我不怕 勇敢 Live 是不重來的 Live OK 沒問題的 我隨時Ready 再來 你們再一首 沒問題 雄心 就這樣 中一魂 很容易就破功 最後一題 對 小燕姐還有什麼反應嗎 小燕姐有什麼反應嗎 第二章 沒有對不對 我們最近幾次碰面 都沒有在 沒有聊任何專輯的事情 現在應該在報稅的季節吧 所以 先把前面的錢清一清 明年的事明年再說 但是我會繼續努力 反正該做的都做 大家也都陪著我 還是很感動 謝謝你